體型肥胖 肚子一大圈脂肪 很多都是久坐不動所造成 美國最新研究發現 久坐不動會導致肥胖 進而影響大腦健康 容易導致失智 開始有腹部肥胖之後 可能會產生三高的問題 那這樣的三高的問題 會直接導致一個血管 產生硬化的現象 那我們腦部一旦 有血管的這些疾病 不管是小血管 大血管 它其實最直接的表現 就是讓一個人失去 腦部應該有的功能 美國波士頓大學 針對1271名40歲的成年人 追蹤調查20年發現 不愛運動的人到60歲 大腦體積變小 推測久坐可能減少腦神經新生 影響大腦的健康 另外一項研究更發現 每天坐著超過8小時 而且活動少的人 死亡風險增加58% 久坐會增加大腸癌 罹患風險24% 子宮內膜癌增加32% 肺癌增加21% 更會增加心血管疾病致死風險 癌症的部分其實跟久坐 是不是有直接的關係 我想需要更多的資料來參考 不過久坐容易造成 我們的腸道不健康 譬如說 痔瘡的發生 甚至跟大腸癌的發生 是不是有關聯 也許我們可以找一些資料來佐證 醫師建議 預防失智要避免久坐不動 每天至少運動20到30分鐘 可以增加腦區活化和連結 使腦功能變得更好 記者陳全白 王一仲 台北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不及致太箱 我們繼續 helium